开车到达指定地点 台队员工抓紧时间 找出造成停电的元休 决定好施工目标 组员们分工合作 先把支撑架固定在轮胎下方 确定车辆稳定后 启动升空车到三层楼高的 架空电杆上进行抢修 马不停停台风四天来 连跑了十几个点 负责的领班就是他 58岁的蔡先生在台队工作 40年已经连续好几天 都是上午7点上工 凌晨1点才下班 算算一天工作18个小时 够掉回家时间 能睡的只有3到4小时 有时候早上起来 老婆在叫的时候 都懒得起来 你们都新生我们听到 我们现在在 有听到吗 有啊 最好是有听到 今天早上就开始做 做到现在 现在那么久 话都还没说完 就有民众来向领班抱怨 没电可用 要向领班讨一个 可以修复的时间 不好意思 一边处理工作问题 一边还要向民众解释道歉 就是台电员工 这几天的工作状况 而跟着领班的是旁边 这位28岁工作4年的 年轻小伙子 你几乎都站着 很少时间可以做 然后你做完一件之后 就要去 马上去下一件工作 所以几乎没时间坐下 虽说辛苦 但他们没有休假权利 能修复就尽量供电给民众用 只能找空档 喝水补眠 台电辛苦的工作人员 为了让更多家庭 赶紧重建光明 再累也得撑下去 今天黄明君张佩洋 台北不到